請各位開啟這個Net Workday 這個函數顧名思義 Net是近 近多少的天 S是天數 所以它會加S 也就是它回來的時候 是告訴你說總工時是多少天 那Workday沒有加S 為什麼?因為是哪一天 也就是說 如果你要算兩個日期 2015年的元旦到今天為止 的工時是幾天 不過這個工時 所謂的工時實際上是什麼 就是不包含禮拜六 跟禮拜天 它會幫你把禮拜六禮拜天給扣掉 再來的話 會幫你把底下這邊有一個 國定假日的 這個天數也扣掉 不過特別注意 國定假日如果已經是禮拜六禮拜天的話 那它就不會再重複扣了 所以特別注意就是 底下這個額外的天數 比如說holiday 國定假日的話 就是休假日的話 如果已經是禮拜六禮拜天 你就可以不用列在這裡面 你列在這裡面的話 基本上就是非六日的天數 而且你要把它扣掉的話 那你可以列在這邊 這個叫Network Days 那我們來看一下 假如說我今天要算什麼 元旦 就是2015年元旦到今天為止 總共的工時 我們可以插入函數裡面呢 找到一個叫做日期及時間函數 裡面的話呢 可以看到 Net 近 近工作天 天數 有沒有 所以其實你可以 從這個上面字面上 大概可以了解 它會告訴你說 傳回兩個日期之間 所有的工作日 特別重要是工作日 也就是禮拜六 禮拜天 基本上是不工作的 那總共的天數是幾天 按確定 那接下來它會問你說 Start Day 你就給它 從這一天開始 End Day 這一天結束 Holiday 特別是Holiday指的就是說 除了那個我們禮拜六 禮拜天之外 你要休假日 所以你可能要先把那個 這個 這個 工作天數以外 特別是如果它本身 已經禮拜六 禮拜天就不要列了 因為已經禮拜六 禮拜天 它就已經扣掉了 所以除了這些之外 你就把它選起來 它也會幫你扣掉 那也就扣掉之後呢 如果你要算一個 這中間 總共它需要 工作的天數的話 總工作天數的話 那你按確定之後呢 它會告訴你說 哦 它總共需要 工作天數 是這麼多天 OK 所以利用這個函數 可以快速幫我們去計算 所謂的公時部分 那這個 當然前提是 你的休假日是 那個禮拜六 禮拜天 不過 之前有同學是問 因為最近好像有那個 應該法令的修改吧 一直在吵什麼 一粒一休嘛 然後它會用一粒一休去算 加班費的問題 那當然呢 像這些東西 在我們的內建函數 絕對不會出現 因為那個東西是新的 所以如果說你要自己 把那個什麼 加班費的函數 給產生出來的話 那你就必須要自己去 撰寫 VBA的程式了 有沒有 制定函數了 因為這東西 不可能說 它會突然會幫你增加 那個你要必須要自己 去做這件事情 那如果你做完之後 當然你以後再算那個 比如算薪資啊 或者算工作天數 就會比較簡單的 不過前提就是說 你需要知道那個邏輯嘛 我們前面有做蠻多練習 其實我們學這些VBA主要就是說 將來一定會有這種 某些工作需求 是在Excel裡面沒有 那沒有你勢必就是 你要把它變出來 變出來的方法 其實目前只有VBA了 OK沒有其他方法 因為你好像也只有這個方法 所以如果你要加快速度的話 那當然就是把VBA學好 那如果本身已經有了 像這個是固定 禮拜六 禮拜天 再加上某個飯 某一些休假日的話 那你就可以用這個 那次Workday 那回來的話一定是天數 另外的話 旁邊有個Workday 那Workday剛好是跟 那次Workday死 剛好回來的東西不同 一個最後回來是天數 所以會加S 那Workday的話是指哪一天 比如說這一天簽約了 那我120天之後 扣掉那個什麼呢 這個地方120天 不是只有 只是把它加在 扣掉禮拜六禮拜天 和扣掉那個底下的國定假日的話 那這個交款的日期應該是哪一天 OK 所以如果我們再算 我最後想要知道是哪一天的話 是日期的話 那你要用Workday 如果是幾天 那就是Networkday 所以這兩個其實是互相有關聯性 可是它的那個回來的結果是不同的 那這個當然你可以把 游標放這邊 插入函數一樣 日期時間裡面的話 找到叫Workday 回來哪一天嘛 那一樣它會跟你要也是三個資料 第一個start day 這個沒有問題 一樣 第二個參數就不一樣了 剛剛是end day 哪一天結束 那不過這個地方 剛好它換成什麼 幾天之後 所以幾天的話 我們是120天 那holiday一樣 把這個 這個可能會 需要扣掉的日期 再把它選起來 所以你這個holiday時 可以自己先列 先列好一個清單 這個清單前面要不要加什麼這個名稱 不一定重要 最重要是休假日就可以了 你就把休假日列出來 那這個休假日 除了國定假日之外 也許你們公司自己放假 比如內部的員工旅遊 那你也可以把它列進來 因為那天不上班 但是其他公司上班 只有你們不上班 那可是問題你要算的是 你們公司的不是別人公司 也不是其他 所以這個地方使得就是 只要你們公司不上班的日期 你就可以把它列進來 好了之後的話 你按確定 那回來就會告訴你是哪一天 OK 就這一天 OK 那這兩個字 我想應該可以 應該可以分辨出來吧 所以什麼時候 用那次workday是 什麼時候用workday 這個我想各位 再稍微了解一下 那待會的話 我們就要來看那個綜合練習題 這個練習題的話 比如說我今天先輸入第一天 它會自動幫我產生 我們整個年度的 特別主要整個年度的 這個整個年度 我把它縮小一點點好了 整個年度的 所有一整年的年曆 通通要把它顯示出來 當然這個地方 我們只有做年曆 你可以像之前有同學 就把這個改寫成 比如它的整年度的形式曆 然後底下當然可以空一列 然後可以填一些資料上去 那如果我希望做整個年度的年曆的話 但是特別注意 當然至少我們可以用幾個方式 底下有個說明 計算每個月的第一天日期 利用e-day 也就是說我今天第一個動作是 產生二月到十二月的第一天 那其實這邊很簡單嘛 我們可以當然可以用e-day e-day還記得吧 把它整年度先做出來 然後呢在產生底下 比如說我今天希望向下 向右一整年全年度呢 的日期全部產生 但是會有個問題啦 就是二月的下面 假設二十八天 它會把三月份的日期 變成產生在下方 那有什麼方式 可以不要讓它產生 那當然不是自己把它刪除掉 而是要想方法 最後的話在隔世的話 禮拜六禮拜天換個顏色 然後諸如此類的 這個是第一個部分 用那個e-sale的函數來做 然後後面當然我們也還有一個 所謂的VBA 我後面有撰寫 有寫了一個程式吧 按個按鈕 全部的事情一次就全部完成了 這個等一下再來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 請各位先開啟這個日期與時間函數 好